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14日第693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港股为什么会升的? 我们在对上那一集第692集的时候 就说港铁的质素是否变差了呢? 因为它最近这些服务经常出现问题 其实它现在的股价属于低迷 但是我觉得它的股价应该就还没跌够的 而且除了它的车务上有问题之外 其实它现在在地产方面都有问题 除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叫做帕龙第一期 是有点建筑上的问题之外 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商场 那来年究竟这些商场租务方面好不好呢? 这个也是其次了 因为今次的事故,它被人罚了2500万 我刚刚帮它计算过 原来2500万呢 差不多就是它一天的盈利了 365天不见一天就没什么相关了 希望它可以继续维持它的盈利啦 它想赚钱其实就不难的 不过如果要达标的话,或者要创高峰的话 难度就高一点,希望管理层可以再做好一点啦 今天地铁的股价也有得升,但是就升得一点也不多的 当然这个图里面的股价就不是收市价来的 不过应该相信也差不多的啦 今天那个恒生指数呢,原本就升得很漂亮的 这里有一张图 就是上半场的结果 升了有500点的 而且上半场的成交金页 已经高达 是接近1260亿元 很少见到这个数字 那卖美的时候是多少呢? 转头再告诉大家 但是今天这个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好了,至于你会问 为什么不断上升不断上升呢? 其中一个原因 今天我们的香港股市可以升这么厉害呢? 其实都是来自中国里面对内房的政策的影响 因为这个政策听上去就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所以有很多内房股的股价都升得很紧要 转头我们就会比较详细讲一讲 不过在没讲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按一按个like 作为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也同时希望你可以订阅 那就最fit啦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讲下去 为什么我们香港今天会升得这么英俊呢? 而且这个升势可不可以再继续持续下去呢? 如果可以持续下去的话 之前大家输了很多钱 是否现在都大部分都可以回来呢? 是不是没蝕到呢? 那如果没蝕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散一下这些货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跟我的想法是差无几的啦 见到那个市星翻上来的话 都好像吃完惊风灑这样 那需要休息一下,定一定神 那如果可以卖出去的,不用蝕钱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 那我尽管看下去,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先? 今早我们的香港恒生指数就做得非常靓仔了 这里有一幅图就让大家了解清楚多些 到底在这个月发生什么事,和上个月又如何比较呢? 可以在这幅图里面,你见到第一个黄点的话 那个就是10月初的时候 当时的指数大概在17,200点左右 其实不是最高峰的,最高峰就升到超过18,000点 就想着很好,跟着就被人折下了 所以在10月份里面,其实淡有是赢到开行的 因为由高位跌到低位的时候是不见了3,500点的 这个低位也是10月底的最后一天 跟着下去,大家都看到最近我们香港股市是不断向上升的 现在升回来的时候,如果是跟10月初比的话 其实已经超越了10月初的水平 但是你说去不去到10月的高位呢? 其实今天的恒生指数是升穿过18,000点的 只不过后来又滚回来而已 但是滚回来而已,始终已经差不多 所有的10月份的失地都应该是收回来的了 至于还有务力上去,要看看中国政府会不会再有其他新的政策 其实我觉得是出口术是比较多的 不过今天的确是有成交的金眼去配合的 那我们就去看看究竟他做得好不好 不过有一个叫做盈富基金,相信大家如果有持有他 就会安慰很多了,前一段时间就看到他只有14-15元而已 那现在升上去,曾经升到上去是18个多的话 那大家都会心定一点,而且都能赚到钱 不过赚到钱,你应该是短炒好,还是长渣好呢? 那还要看很多因素的 尤其像今天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两大巨头 他们会坐下有计谈的 那谈得开不开心,热不热闹,好不好呢? 那这个一定会主宰我们这个星期余下时间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啦 到底今天中国政府出了什么政策 会令到那个市值升得这么好呢? 全部都是跟这个内房股有关的 今天明报是很好的 就把这16条的措先罗列出来给大家看啦 但其实如果就这样看这16条的标题的话 你看上去是虚无缥缈的,你也不知道里面的馅到底是在说什么 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第4条,可能会说得好点啦 听说彭博就这样说的 他说人行和银保监会最新发布了一个叫做 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16条措施 名字都长过人的 那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开发商可以与金融机构协商 协商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偿还债务方面可以延迟一年 即是说今年还不到的话,不要紧要 可以退一年来还 不过这个呢,如果是内部的 即是在中国内部的话就没问题 但如果是跟外部这样说的话 喂,那就不行了,已经是违约了啦 但是如果能够退遲一年的话 那的确是比内房股是有一口气休息的 那你也知道,吊脚也要休息的嘛 所以这个措施就是最合理的啦 但是其他那些16条的措施呢 我就看,也看不明白 希望以后有多些的新闻可以报告多些的话 让我们看清楚每一条的内容到底是包含了什么的 但是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 其实有些分析师也有说过 喂,这个都是治标不治本哦 那么你一年之后 那是不是代表你不用还钱呢? 你不是不用还哦 只不过是退遲些 你今天没钱,那就下年才要还咯 但是下年都要他们的货要去到才行的 要起到货,要去到货 这样才可以做的 不过这个呢,也有个好处的 那么其实银行呢,也不免得逼死他们的 如果逼死了他们的话呢 那么他们没钱还,始终都会变成坏账 那么大家都是相输的 那么如果可以双赢的话呢 就是靠这个 但是很厉害啦 曾经跌下去呢,差不多1元的水平 然后呢,在短短几日之间呢 就升到上去3个多 哇,这个弹性呢,真是没得撑啊 那么我告诉你,有个朋友 就是这个在茶餐厅做的朋友的 据说我其他的朋友告诉我 其实呢,他在碧桂园呢 低迷的时候呢,还有加注的 那么如果有加注的话 今天才卖出去的话呢 喂,他不但不需要亏 还可以赚很多钱 不过也是那句啦 富贵险中球 这些情况呢,如果捏到的 那么我恭喜他啦 那么你都知道啦 升得快,也可以跌得快的 我不相信这个碧桂园呢 可以在几日之内呢 升两倍,跟着呢 不会跌回来 因为呢,这一道气过了之后呢 我相信这样的升法 应该呢 都会跌回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炒内房股的话 真是要小心啦 既然今天的内房股呢 就应该会升得挺帅的 那么会不会大协环 我们香港的地产股也升得这么帅呢? 那这里有一张图呢 就分开上下半个月的 那下半个月呢 就有这个四只股票啦 这四只股票呢 包括了碧桂园之外呢 就还有这个中国海外啦 龙湖集团啦 以及这个华润置地 这些等等的蓝筹股啦 那么除了这个碧桂园 升得厉害之外呢 那么其实这个华润置地呀 或者是龙湖呢 都升了很多很多喔 那大家都舒服很多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 不用输得那么惨嘛 好了,至于呢 在我们香港这边 譬如我们说 四大家族的地产股 那么又有没有运行呢? 那升就有升的啦 只不过呢 升幅呢 就真是好一般的而已 那只不过 新世界集团呢 或者新世界发展呢 是升得算是最帅仔啦 曾经一度呢 就是升到呢 是超过一成的 那么它的股价呢 现在就超过二十元啦 那么早前呢 跌了下去呢 只有十六个多 十六元都守不住啊 那么现在升回上来呢 也是个幅度呢 相当之大的 那么风险也都高啦 那么唯一一只呢 比较帅仔点的升风呢 我就觉得是这个新鸿基啦 因为在郭老太 所以我不是常说 要跟着郭老太 动手的呢 郭老太在大概八十五元左右 买下的 那么它买下之后呢 曾经一度呢 是跌穿了郭老太买的那个价位 是八十四个多 那么如果你够胆博的话呢 那么新鸿基现在呢 曾经一度呢 都升到上去接近九十二元啦 那么短炒呢 都是赚到钱的 只不过就是 你想不想赚这些钱 还有你赚不赚到这些钱咯 那么行击都很好啦 最近都升回上去 这个大概是二十四元的边缘啦 好了 长实集团啦 那么这家呢 都是好了的 所以换句话来说呢 今天的内房股的升值呢 就带卸了我们香港的地产股呢 也有一个升幅 但是升幅当然就是阿尔级数啦 一定不是老太啦 但是有 始终好过没有啊 在这个内房股方面呢 我想问下大家 有没有听过一间公司叫做 中良控股 那么那个编号呢 就是2772 那么这间公司呢 其实现在的股价呢 大概是这个七毫指左右而已 那么整间公司炒了一叠呢 市值都是大概是二十六亿 二十七亿左右啦 那么这间公司突然间有什么好说呢 其实这间公司呢 是一间地产公司来的 那么他呢 最近就公布了呢 就说会暂停支付呢 境外 记住啊 是境外的债务 那么包括了什么呢 本金又不还住 利息都不给住 喂 这样就是违约的喔 那么他呢就说 不要爆发啦 我们都不想的 其实呢 他们的资金呢 这个资金的来源呢 一直都是在内地方面的 那么可能最近呢 那个内地方面呢 匯钱方面呢 就是想匯出来的呢 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呢 这个资金呢 就筹责不了 那么筹责不了的话 那当然就是还不起本金 也都还不起利息啦 其实这个中良这间公司呢 他说呢 现在有两大笔的账的 那么第一笔的账呢 就是在这个联交所上市的票据来的 那么要给成十二利息的喔 那么当然这个本金呢 大概呢就是两亿美元 那当然是还不了的啦 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两亿美元呢 产生出来的一笔的利息支出呢 就是一千二百万美元 那么肯定都是还不了的啦 所以这一样东西呢 会不会吓到其他人呢 那如果个个都仿效 这一间中良控股那样 都是不还这些境外的债务的话呢 那就很麻烦的啦 那另一笔呢 就不是香港上市的喔 是在这个新加坡上市的 那么这个票据呢 那个利息呢 就是大概8.75%啦 比香港少些 但是呢 他借的钱呢 都不少的哈 听说未尝还的本金呢 是高达2.24亿美元的 那么有一笔呢 要给的利息呢 就大概是801万美元啦 那当然都是给不了啦 好了 那么到底这间公司前前后后 究竟欠人多少钱呢 他说计过那条数呢 公司未偿还的本金呢 加上呢 就接近是12亿美元的 那么大概港币呢 就是92亿元 喂 和这一间公司的市值 只有20多亿比较呢 这间公司又是借特了咯 那所以你说这间公司 得不得人怕 我都觉得挺得人怕的 最怕呢 是其他那些内地的内房估呢 如果是有样子 都是不还境外的债务的话呢 那么似乎呢 如果真的有更多的消息的话呢 我们香港股市怎么会好在哪呢 因为你不还钱的话 是人都怕了你啦 以后你还去哪里量水啊 很难再有机会呢 可以让你量到水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说回香港的恒生指数的收市价啦 收市价的时候呢 就升了接近300点啦 那么成交今晚呢 很厉害 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的了 就是超过2000亿 接近呢 是2050亿元 那么如果天天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388 就是港交所有的股价呢 就应该会回到一个 比较英俊一点的水平啦 不过我也是那一句啦 因为早上就升得挺漂亮的 但是下周呢 升幅呢 就已经开始减退了了 那么我们再看多一段时间啦 暂时来说呢 现在都是去到月中而已 我都说过了 战场是在月底那里的 那么如果今次 淡友可不可以取胜呢 那么要看看呢 在月底的时候呢 有没有机会 再将这个 今个月上半个月的 升幅呢 是压回去 如果有的话呢 淡友就会再赢多一仗啦 但是可不可以呢 不知道的 大家看下去啦 现在在香港地 玩股票 因为我们呢 都是吃着花生看气而已 因为我们都不敢躺身进去 免得呢 猜错边的话呢 输到输死啦 其实对我来说呢 我们就喜欢看一些 比较大围的环境的 因为大围的环境呢 就可以让我们猜到呢 将来那个股市走势的方向 会去到哪里的 那么大环境方面呢 当然就是说这个 中国和美国这两大巨头呢 终于都有机会呢 就是面碰面呢 就这样聊天啦 那么面碰面聊天呢 听说他们现在呢 今次谈呢 都不会想着有些什么成果的啦 只不过呢 听说大家呢 都是想画出一条底线 那么比如好像拜登 如果画出这条红色的底线 就说 那中国 你不要踩进来我这个地方啊 那么 当然我们的习主席呢 也是画了他自己的底线啦 那如果这两条底线呢 是大家都不踩进去对方的境界的话呢 那么中间呢 就会留下一条绿色的通道 那这条绿色的通道呢 就可以令到这两个国家呢 就会很舒服地可以聊天啦 但是问题就是 最怕呢 就是这两条红色线呢 刚刚调转了 譬如拜登这条红色线呢 是过去了习近平那边 而习近平那边呢 的红色线呢 也是过去了拜登那边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重复的地方 就是绿色的地方呢 就变成了是一个争拗的地方 那么你都知道啦 这两大国家一争拗的话 那么全世界都会没有运行的嘛 所以 我也是觉得呢 未来方向呢 我都不是看得这么好的啦 美国它自己有自己的隐忧 因为它要加息嘛 那么它也都 经济可能都会慢慢 步入去这个经济衰退的情况 那么中国呢 也都不好得去哪里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生产力呢 我相信是不够的 而且呢 不知为什么呢 这一排内地新增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呢 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今天最新呢 就是超过一万一千宗 那么如果再多一点的时候 会不会更加多的封城呢 那么如果更加多的封控的情况出现的话 那么你说了 中国经济又怎么会好得去哪里呢 那么美国经济又不好得去哪里呢 那么所以 横看怎么看 我们都觉得 香港的恒生指数 是不是真的还继续有力升上去呢 我就抱着一个怀疑态度 因为呢 我一向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 那么所以我一向都是看这些事呢 都不敢看得太好 宁愿看淡它呢 那么有得升又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相信 有很多人都好像我这样 手头上拿着不少香港的股票的 那么它有得升的话 有得脱身的 不用虚钱的 我相信很多人呢 见过鬼都怕黑 今次如果有机会走的话 大部分人呢 都会乱乱乱 宁愿不赚钱 都拿着一笔钱先 到时才再决定 怎样去再投资呢 我觉得这样会稳定很多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各位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 大家都知道 芯片对所有公司来说 或者对我们所有的未来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今天我也写了另一篇新的文章 主人翁就是Intel 因为Intel也是其中一间 生产芯片的最主要企业之一 但是它的股价浮浮沉沉 它的未来也不是那么明朗 所以我就写一篇文章出来 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来这一条链 卡进去之后 就可以免费看到的了 希望你们看完之后 如果看到前后左右附近 有些广告的话 就肯请你们帮我按一按 那就可以了 希望各位看完这篇文章之后 对Intel的认识会更多 那到时下去投注的时候 或者下去投资的时候 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了 多谢各位